没有 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要说的话题有可能关系度不是那么大 我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一个事情怎么看 是这样 我前两天遇到了一个外国人 前两天遇到一个外文 这个外国人他是在学中文 他是在学中文的 但是他这么跟我说 他说他现在对这个学中文 或者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软文化输出力 实力非常堪忧 他说你像现在在这个欧洲 比如说这个德国 法国 英国 大学里面我们知道 他是有这个免费的 就是二外或者说三外的教学课程的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比如说什么德语 法语 意大利语 欧洲语言肯定选择最多的 那么亚洲语他说 一般而言被选择的最多 甚至韩语有的时候都有人选 他说但是几乎开不出汉语班 他说就在这个欧洲 就几乎说白了 就是这个人口比例里面 他说学汉语的 就像他这种 属于少数例外 然后呢为什么学汉语的 像他我们学汉语的 主要是因为对我们的 比如说中医 比如说对古文 对古代中国的事情比较感兴趣 然后他说 他的话为我说话 他说我们现在对外 这个文化输出啊 软实力文化输出啊 连韩国都不如 这是一个外国人说的 这是一个法国的演员 他跟我说的 说连韩国都不如 然后我回去 对啊 他这么一说 那我也很生气啊 那我回来我就想 来Spot就聊到这 我们这边问你几个问题 法国演员叫什么名气啊 既然是演员嘛 那应该我们那个 说不定能知道 哪个演员啊 叫做Julian Florensic 他是在哪边 跟你聊这个话题的呀 他我们俩私人软件上面 对吧 私人软件 什么软件啊 那个WhatsApp 然后这边的话 他上的是什么大学啊 他上的是他 他上的是那种演员学院 就是演员的那种 叫什么艺术学校 或者演员的那种学校 他上的是艺术学校 他什么学历啊 什么学历 什么学历 好像也就 等一下 这个我好像还真没问过 你连他什么学历都没 那我再问一下 你是什么学历啊 我啊 我大学学历啊 本科学历 大学学历 本科学历是吧 然后那边我问一下 你这边大学的时候 学过那个什么 其他国家的语言吗 当然学过 每个人都学过英语 只要你上大学 你肯定学过英语 那我问一个问题吧 那就是在我们国家 就是我们国家 就是我们国家 对于那个外语的 这样一个选择 就除了英语 英语我们不谈嘛 因为是有特殊的情况 除了英语以外 我们国家 那个大学里边 开设的 就是其他外语类的 这么一个课里面 最多的 就是这个排名吗 就我不说 我不让你说所有排名吗 就是除了英语 除了英语以外 读了英语以外 第二第三第四 分别是哪里 哪三个语言 这个我还是没看过数据 但是我能够 凭大致的印象的话 我觉得应该来说 比如说什么 日本語 对不对 比如说那个什么 德国 比如说什么 每个学校它不一样 这个我没有看过 这个大数据 那你是在哪个地区上的大学 我是在德国上的大学 那德国呢 这边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呢 德国的话 你如果说是二外的话 选择最多的肯定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跟法语 我感觉差不多 西班牙语法语差不多 一般而言 德国的家庭里面 超为差一点的大学的学生 一般而言会喜欢 乐中学 聊到这边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了 聊到这边我觉得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 你 在一个国外的这样一个软件上面 去进行了这么一个交流 然后呢 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们俩 我们俩 我们俩私底下也是认识的 我管你这么认识呢 反正不就是在软件上面进行交流吗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然后在交流过程当中 然后你这边 就是一个国外的演员 然后只是上了一个艺术学校 然后这个只是上了艺术学校的这么一个演员呢 然后这边他能够总结出来整个欧洲 然后这边呢 语言的这样一个语言的这样一个大学里面 整个欧洲高校 语言开设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能够掌握这个数据 然后并且他能发出这样一个感叹 然后呢 他这边对我们国家这样一个中医 和什么传统文化 甚至虎文吧 你刚才说的是 好像兴趣也非常的这样一个深厚 然后这边的话他能够了解整个欧洲的大致的 起码是大致的这么一个排名 那肯定是看过相关的数据的 当然我也简单的问了你一下 我们国家除了英语以外 其他语言的这么一个 你这边似乎也没看过什么相关的这样一个统计数据 那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这个演员 他发了的什么样的一个言论 有代表性吗 如果有代表性的话 你是通过什么来确认代表性的呢 不是啊 就很简单啊 像我当时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周围 周围基本上没有什么学生 是会选中文的 就我们这个中文班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说白了 就是他这个他这个课 他不是说学校没有资源 学校是有资源的 就他这个课是怎么开的 他比如说他要开一个法语课 他就会找一个法国人来来来带这个班 然后你这个班的学生呢 你是要满足一定的报名数量 然后如果说是意大利语班的 他也是这样 日语班也是 学校学校在这边 没有兴趣替你科普 这边的话你已经发表过你的观点了 你只要说你这边认可 这边中文这边的话 那个在国外 这边没有那么普及都可以了 你直接说你要说什么就可以了 没人有兴趣替你科普 我要说什么就很简单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我当时我是看的时候 就是中文班有时候开得出 有时候开不出 然后然后像他们其他几个语言班 基本上是每个学期 就是报的报名的人数都很多 就中文班的话 就是不是说一直开不出 你这边的话 所有的东西就来总结为一句话 你认为中国现在文化输出 这边还不够高 比如说这里边最典型的一个特征 是学习中文的外国人还不多 就这一句话就行了 讲那么多碎话干嘛呢 大家都知道 你要说这个就行了呗 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补充呢 不是 我要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加强文化输出呗 还有什么可看的呀 不是 那你说我们加强哪方面的文化输出 或者说我们做哪些事情 就是说可以吸引外国人来学中文呢 你自己翻材料写论文 你自己翻材料写论文去呗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行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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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智障的问题 我下次真不连他了 回回来都是你妈那么智障的东西 东京住的要成浅公共防管了 果然你妈啊 就是苍蝇跟蛆 果然是你妈都一样的 就讲话讲的 啰里巴索 啰里巴索 有人有兴趣听他这么一个科普吗 从头到尾就一句话就解决了 一个事 从头到尾他掰扯了那么多分钟 就一句话 胡律师 我认为 对吧 我们的软文化输出还不够好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是什么 是国外学中文的人还不多 就这一句话 来来回回你妈讲了半天 还要跟你科普什么 国外的班是怎么成的 还是怎么样的 我听你这科普 你如果对这些科普那么了解的话 那你自己去查材料就呗 应该怎么做 说实话 怎么推广 文化输出这个事 你随便搜索 你别说论文了 书都能找出来几本 分两步来看 就是首先 文化输出这一块呢 肯定是要主动去做一些事 这个是毫不疑问的 就确实也不能抱着一种 就是只要我们自己强大了 别人就那边顺其在人就过来 这个观念要有 但是呢 这个观念 就是主要的观念是这个 但不能全部的观念是什么 附加方面来说 我们确实也要形成一定自己的文化输出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文化输出的表现形式有非常多 就是语言 非要让国外的人学我们的语言 是在文化输出里面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一种方式 而不是说绝对代表 别人就别学我们语言了 就代表我们认同它 就代表人家认同我们的文化了 那显然没有这种一个概念 那么还是那句话 我们那么多人学英语的 我们那么多人学英语 几乎是全民学英语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全民 对他妈英文 对英国 或者说这种英语为主语的国家 的文化的全民认同 也没有这种情况 那语言是带有一定的工具属性的 我学你这种语言 就代表一定是认可你国家的文化吗 我学你这种语言 显然是我这边对你这个国家的交流 有工具属性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说拿这个东西跟文化输出做对比 喂 喂 晚上好 副律师 你好 能听听我说话吧 能听见 刚刚那哥们那个观点 我其实觉得挺可笑 就他学 你说就外国人 已经跟欧美都快见把嘴张的地步 他学不去中文又嘴张 怎么的 是学到中文能让他外国来潮 还是能让他 他不是真心希望 你觉得他是真心希望让外国人学中文吗 他并不是真心希望想让外国人来中文 他这边就是想 其实最终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文化输出不够 就是我们在国外的影响力很低 现在很多人在各种各样的方面 你可以去抖音上面去搜搜看 有各种各样的相关的像一个视频 就那种一句话的 或者一张图片的 就那种粗制滥造的视频 然后就是表达的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面 其实没有那么多影响力 别一天都晚吹 我们这边什么大国崛起 不要吹我们这边是什么工业 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反正就主打 他就是想告诉你 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面 什么影响力都没有 无论是工业影响力 经济影响力 还是什么文化影响力 他最终想表达的就是这个 知道吧 你以为他是真心期待 让国外的人都去学中文 你以为他真心期待这个 我知道这个回事 这种人 左溜不就是这种阴阳怪气 他就是为了阴阳怪气来的 但是我还要说一点 就是怎么说呢 文化实力这个玩意儿 毕竟还是要和硬实力 要和经济实力挂钩了 在这个欧美国家 他就是找了怎么说呢 不管是舆论也好 还是文化宣传的主打也好 可以说媒体全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这种社交平台都是他们的 那你 咱们的文化自然 但是话又说了 我们可以看空间站这个事 前几年也是挺沸沸扬扬的 因为这个空间站操作系统 是用全中国的 这件事也是让这种人 可以说在这种 就在他们这种人里面 引起了算是一次轩然大波 所以说还是要说啊 这个不管怎么着 宣传自己还是要跟硬实力挂钩了 这个我认同啊 但是这里面的话 我建议大家全面的看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首先宣传自己的文化 或者说这种文化软实力 肯定必须有硬实力做这样一个保底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也不能就是完全的盲目的认为 就是只要我实力足够硬 我不做文化宣传 不做文化输出 也没问题 这个观念也不一定对 两手一定都要抓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自身的实力 但是自身实力有了 宣传也同样 也有它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里面一定要清楚 我们就拿美国来举例 美国毫无疑问 在世界上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是属于对吧 世界霸主 但是在这个时候 它放松了自己的这样一个文化输出吗 它放松了自己的这么一个舆论输出吗 完全没有 美国在它最强盛的时候 它的文化输出 它的思想输出 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时候 你们是为什么一天到晚 听那么多人在喊民主自由 为什么美国的好莱坞电影 全世界都能看 为什么明明美国在搞什么美国队长 在搞什么壮志凌云 全部都是美国是主旋律的这么一个电影 但是很多人看了 都不觉得这是主旋律 都不觉得尴尬 当然一说要放什么战狼二 要放什么志愿军 个个都在这 又主旋律了 又在这边洗脑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文化输出 是有着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的 不能完全紧紧只感觉 感谢女佑士 不能紧紧只觉得 我这边只要自身实力强了 别的都无所谓 文化输出做不做都无所谓 别人自然会来跪着的 不要有这种思想 两边都重要 是的是的 胡律师 你说的这点非常有道理 还是要说 咱们的恶化实力 咱们的硬实力 这几年上来 但是毕竟咱们的恶化 尤其是跟欧美国家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让他们接受 咱们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在你不使用硬实力 强行开道的情况下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 走出去文化成功 就是文化传播 肯定是要的 文化成功 我们的文化确实是博大精神的 这个毫无疑问 他们这边是很难 就是说实话 你说跟我们相比 我真不想说 那么西方都什么狗屁文化 我们只谈文化 西方有什么狗屁文化 我这个可能是稍微有点 有点情绪化 甚至一定成为带点极端 但是纯粹的 我个人的主观感受 对吧 以我们的这样一种文化思想 我们的这种博大精神的内容 但是西方到底有什么 我不知道到底什么 能表现出来是一个文化 是艺术 是文学 我们说的是软文化 是艺术 绘画 文学 音乐 还是某些方面的底蕴 等等的 我不知道哪一项 是可以最能直白的说明 直接的说明文化 我直接的说明这种文化 对就是文化 又或者说综合起来才是 但是你哪怕一项一项对比 我这边确实觉得你妈 这这妈从人又来申请了 又来申请了 他真不嫌烦啊 我靠 你不是刚刚自己说不说了吗 再连一次 再连一次 看他又想怎么样 刚刚那个话题咱们打住了 只要可以换一个话题 对不对 换一个话题 你不要针对我呀 对吧 咱们就进行这个旧事论事的讨论 对吧 我真的 看见我 你针对我呀 对吧 我怎么觉得 不是你这个你刚刚 哎算了 咱这个也不说了 好吧 虽然这叫什么 尘世不说 岁世不见 既往不咎 咱们现在就好好的讲问题 就是你刚刚 就是你胡律师 你刚刚说你说西方那边 好像说没有文化 或者说他们的文化 跟我们这个相提 如果说相提并论的话 会比会逊色很多 这个话呢 这个话呢 我觉得讲文学 讲艺术 你确实可以这么讲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现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最灿烂的文化 比如说古代的 比如说这个什么 唐诗诵词啊 对吧 这个汉富了 就到现在 被我们啊 已经被我们放弃了 基本上已经被我们放弃了 你就 你就 你就说吧 你就说吧 你就说我们文言文 取得的这种文化成就 你到现在 你说 谁还能继承 这前两年不是很有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吗 说北 说那个叫什么 北京那边 他们 他们一批学者 要修这个新清史 然后结果 结果修新清史 修着修着 说修 说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 用文言文 修新清史 就是我们 就是你会发现 就我 就是以前啊 我们的文学成就 是用文言文取得的 但是现在啊 但是现在你说 就我们白话文 取得的这些文学成就 我们拿出一些作品吧 你也不是说没有作品 那也有作品 对吧 但是你说 我们白话文文学 拿出来的这些作品 它怎么样去跟西方的 这些文学作品 它进行一个比较呢 就我们的体量 它明显不够呀 那那么 那么好吧 那么我们拿古人的 但是我们现代 好像对古人的东西 它又没有办法继承 它只能说 把它作为一种 已经 已经做古的一种财产 放在那边供着 这就有点像是 就是说我们现在 好像把我们 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让人感觉 有点像一个 一个败家子 把老祖宗的这个财产 已经败的差不多了 但是跑到外面去 还要逢人就说 我虽然现在 没有以前那么富的 但是我祖上 也曾经扩过呀 对不对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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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说太强也不好 这毕竟名的主场 这不是 我还以为你的方法 那你不是 你们要对比一下西方吗 我们这边是这样 回头我再来说你这边 我们这边 那西方这边是怎么继承 他们的 先说一下 他们有什么传统文化 然后以及他们现在是 依然在如何大力的 对吧 用他们原来传统文化的方式 在现在来进行 你说跟我听听呢 我跟你说 有一点 就是你看 你看西方的 它的这个文物古建筑 它做的保护的非常的好 就你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 你比如说 你到这个就是说 西方的比如说 一个小城市里面去 你刚才说文艳文吧 怎么又拿建筑啊 中国古建筑这边的话 你现在少吗 没出过去过旅游啊 趁着端午夜出去玩玩吧 没出去过旅游啊 还能把他古建筑来说 你刚刚不是赖拿 那个什么我们这边的文化 就比如文艳文 什么东西来说吗 说一下西方的呀 西方这边有什么 是他们原来的传统文化 在语言或者说 在文学上面的传统文化 他们现在依然是 用着传统文化的方式 来处理现在的 这样一个文学写作事务 怎么现在又开始 转进到传统建筑 怎么又开始 转进到建筑了呢 转进到建筑 我们这边又不是 又不是没有传统建筑呀 但你刚才又没有说 我们这边的传统建筑 你这边说的是 我们的语言文学 那边的话 你再说一下西方的语言文学 别那么转进啊 OKOK 那我们就说西方的语言文学 你就比如说西方的 比如说这个小说 西方的这个 是西方的小说 对不对 他们要发起步 是想起步的 是要比我们早的 就我只说小说 小说的话 西方的小说 不是 因为中国想的是写小品文 但是西方它是没有写小品文的呀 所以说文言文方面 所以如果说你是要说 以文言文写作的小品文 去和西方人 它有没有小品文去对比 它们压根就没有小品文呀 所以我说文言文文 所以我说 它们文化汇法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结论不就是这个吗 不是不是 这这话 这话也不能 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小说方面啊 西方的小说 确实要比我们的小说 要要多 要好 你就比如说 你说你到了世界上面 你比如说 很简单 很简单 你不用 很简单 你我问你 西方的有名的小说 就你一个 我们一个中国人 我们随便 随随便便 我们是不是能够举出十几步 现在至于几十步 你比如说俄国的 什么光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就将近十几步吧 对不对 什么复活啦 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啦 什么战争与和平啦 这都是世界范围内 大家公认的 对吧 名著 莎士比亚也是 莎士比亚也是 但你说我们 我们的小说 我们的小说 它起步比较晚 它的起步大概是 差不多明朝时期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比如说 所谓的斯大名著 对吧 我们有斯大名著 但是你说除了斯大名著 之外 它有没有其他更多的 具有这个世界影响力的 这个小说 这个小说 这个相对来说 我们的数量 我们的数量就要少很多了 所以这方面 最起码 他们说双方 是打了一个评仇 你们还愿意听他废话吗 对吧 人家大哥醒目留言在那 我觉得应该没有兴趣 再听他废话了吧 他这边 我分别来说一下 他的两个方面的上一个内容 就真的弱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就到现在还说 那么世界公认的 什么人家世界公认的 世界民族 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废话吗 就这个能说明什么 你就只能拿一个小说出来说了 小说在我们这一边 只是非常典型的 其中一种载体 对吧 正常人都能说得出来吧 你但凡接受过义务效语 都能说什么 唐诗诵词 缘曲 名小说 对吧 清的话这边可能戏曲 算是比较那什么的吧 反正就这边的话 那个就是我们这边 小说只是其中一个市井文化 对吧 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代表 这只是我们其中一项 而你如果非要拿西方的这种语言文学来说 他也就只能拿一个什么世界民族来说话了 西方的语言民族上面来说 还除了这种他所谓的小说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拿其中一个东西来跟我们这边整个文化对比 但是啊 这边我要说但是 but 就算我们这边只拎出来小说一个 就跟他的那个世界什么 全世界什么所谓来进行对比 那又能怎么样呢 这很简单的逻辑 那些所谓的啊 什么西方的那种 那不就是在他们 这里面又要说很多了 对吧 比如说什么 文艺复兴 然后这边是工业革命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那个资本原始积累 等等等等 他们确实率先因为之前的一个原因 最开始跟他讨论的就是这件事 他们最近形成了一种 对吧 对于整个世界的这样 是对于整个世界的舆论和文化的这么一种掌控 他们有定义权 在他们有定义权的情况之下 我们没有定义权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就显得啊 他们这边好像有好多这么世界公认 谁公认的 这个所谓的世界公认到底是谁公认的呀 这个所谓的世界公认 还不就是他们自己公认的吗 有我们这边经过的公认吗 有我们这边的标准吗 他们自己在公认他们自己的内容牛逼 就叫他们的内容真牛逼 是公认的牛逼 这都什么狗屁逻辑啊 这是第一 然后第二 对吧 我们最开始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最开始讨论的是 我他他最开始说什么 说我们这边虽然有着什么 对吧 比如唐诗诵词 文言文等等等等这些 但是我们现在啊 已经自己放弃这一块了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搞这个东西了 我们这边已经就是 败家玩意儿 他还举了个例子嘛 说我们这边败家啊 就说老祖宗 有多么牛逼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现在我们已经败家给败完了 我们也还对人家说我们就是好 跟他妈智障一样 我们无论是唐诗 还是诵词 还是文言文 对吧 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体材 我们这边现在有禁止创作的东西吗 我们有禁止创作的东西吗 我们义务教育阶段有没有学 什么叫败家 唐诗诵词 文言文 我们义务教育阶段有没有学 有国家有没有倡导过 我们这边甚至之前 对吧 教育部还说的 这边要增加唐诗诵词 还有文言文在语文教育当中的比例 我们难道没有学吗 什么叫放弃啊 现在是说任何一个人 是不允许创作唐诗诵词吗 还是任何一个人 不允许用文言文去进行创作 不允许用文言文去进行出书 不允许发表 这都什么狗屁诺译 为什么现在我们没 你最多只能说 我们现在在唐诗诵词 或者文言文这些题材上面 没有办法取得一个 跟之前那么辉煌的 对吧 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再出一个李白了 没有办法再出一个都府了 你如果是聊这个 也许我们还能聊 那这个也很简单 因为古人 他的整个的文化的氛围和学习 都是在做这个东西 对吧 人家是专精于这个的 人家的创作 就是针对于这个来创作的 而我们现在 唐诗诵词文言文 当然白话文等等的 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有很多 我们要应用的东西有很多 所以说 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再创作出来 是能够超越古人的 这么一个诗词 或者说文言文 我们勉强还有讨论的空间 什么叫你吗 我们就变败家玩意儿 那不是我说 那么西方那边想学 也学不出来东西吧 他们有唐诗吗 他们有宋词骂 千万别说骂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滚了 我之前带着大家一起读一遍了 对吧 对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也可以 我想知道 我不知道国外 我真不知道国外教育 学不学这个所谓的十四行诗 如果国外教育 学这个十四行诗 我想知道 国外人是不是天天写文章 拿十四行诗写 发个帖子 拿十四行诗发 随便写一篇文章 拿十四行诗写 平常两个人交流 都用十四行诗的体裁交流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这边的话 那我到时大开眼界了 那你是真牛逼 那我服国外 所以没说吧 就这竟然智障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绝爷连过了 换个人连连吧 这人还在这连 还在这想要连 喂 喂 胡律师 你好 那个 我就是我在加拿大这边 也待了几年 然后 就是我在这边上了高中 我到他们加拿大高中的时候 确实也学莎尔比亚 但是包括他们本地的学生 包括老师 都对这个文章特别厚头 就是特别难学 极其灰色难以理解 就是他甚至考试时也会考 但是你平常 你现在没有任何一个 出名的文体 还是在用莎尔比亚的文体 在写这个东西 对呀 本来用他的话说 西方是在浪费 他们自己老祖宗的东西 是败家玩意儿 西方都是一群败家玩意儿 现在居然没有人用十四方式来写作 我跟你讲 西方都是一群败家玩意儿 然后再说到中文课 我在加拿大这边 我也待了一段时间 就是他们中文课很多 而且包括很多加拿大人 也很有兴趣学中文 甚至好多 就是我认识的人 我现在工作了 我认识的人 他们平常也会学一些中文 就是有的是出于兴趣去学 用中文空耳的那种方式去学 但是至少他们现在是有在文化进行输出 他这边就是一直想论证 就是西方这边 就是从他第一次跟我联拜的时候 他这边就想跟我论证了 西方比我们这边更文明 就是他一直想论证这个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讲出来一个 稍微能让他们有那么一点点听得下去的 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除了四大名著以外 这边像是什么风神演义啊 那个聊斋之一 甚至聊斋之一的故事 这边都有的 都是有书的 而且是在书店里是卖的 他就是 他典型就是中国的这个不算 那个也不算 外国的就扒了脑袋 扒了个脑袋算一个 所以说真的已经懒得脸他了 就是以后我就不脸他了 确实这个人的话 有点过于弱智 可能就是 他这个逻辑呢 可能就是对那些 就是在国内没出过 然后呢 就是没有所谓的逻辑 就是不怎么 就是一听就信的 说什么信什么的那种 可能会比较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 你真的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的话 你确实 他们这话里好多的就是漏洞 你唯一要说的 我唯一承认的就是什么 就是经过 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历史一流问题 对吧 经过在前面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这么一个阶段 在这种不断的发展之下 对吧 就是西方世界掌握了 至少掌握到目前为止 依然在掌握就是文化 话语权 这个我是承认的 他们确实掌握了这样一个文化 话语权 但是那是他们这人掌握 对吧 是在给世界上面其他国家在洗脑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话语权 但如果你作为一个自己中国人 你自己都觉得 你妈 他们的话 他们这边真的是什么都牛逼 那么纯弱 就是 而且他说他用德国的语力 德国他说的德语 德语本身也算不算是一个特别小的语 但也是不是属于那种大偏向的语种 但是加拿大这边的主要语气语种 还是英语跟法语 加拿大英语 肯定会英语的结果 其次就是会法语的 但是德语啊 这些都属于小语种 他们加拿大人 本身就已经会了一个国际语言 他们再选第二语言 肯定是优先选语的 他们感兴趣 但是像德国这种 他本身语言 他就不属于一种国际语言 他的第二语言 主要目标还是英语 那就不可能再分出一份经历 再学一个小语种 好的 反正我们知道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了 这边就属于一个很典型的 如果说他不是故意来反差来整活的 那这边就指典型的一个牧羊犬 就是他被这种西方的文化霸权 或者说文化的话语权 被常年的洗脑了之后 他但凡发现我们这边 是跟西方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会无脑的认为 所有的他这样一个搜集到的材料 他这边想要论认的东西等等等等 包括他自己的内心认定 都是只要我们跟对方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对方比我们牛逼的地方 就这么回事 其实就是这样 好 我不浪费时间了 好 胡六师拜拜 好的 行 好 拜拜 有没有反对吧 大家愿意的话 接近关注 接近赞啊 点个灯牌 点个小 有没有人跟我对线的呀 稍微 听不见吗 你好 能去 你说 我有声音吗 有 好吧 听不见的话 就等会儿 那我先挂断了 不好意思 好的 科普下 我们和西方法律体系的优劣 那你等着出书吧 虽然你刷了醒目留言 但我还是直接跟你讲 以后的话论证 西方法律体系 和我们法律体系的优劣 你指望我在直播间 我一场直播 他妈不超过 一般来说两耳子左右 你让我在直播间里面 讲西方法治 和我们这边法治的优劣 你找本书吧 我相信新华书店里面 应该能买到这样的书